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出版 他只是签约签下来 他就跟我开始吹牛 说这本书超级好看 哪有吹牛 对不对没有吹牛 因为我看了之后真的很好看 好你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 像看小说一样 像看好莱坞电影一样 可是它都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书名叫惊吞亿万 我想如果你大家就比较上网路 或者到书店应该 现在已经都听过发现了这本书 也许还没看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 金融大丑闻 丑闻吗 很多人把它当工具书在看 我同意 因为我会发现洗钱还真的是 里面有很多操作细节 真的 他讲的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 他怎么样从政府里头 搞了很多的钱 然后把钱用在非常疯狂的事情上 例如办全世界可能是最奢华的party 例如拿去跟全世界最有名的人打交道 例如李奥纳多 李奥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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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知道很多的大牌演员导演歌手等等 还有萧亚轩 把钱拿来去追求萧亚轩 然后还不止 他还拿钱去买了EMI 创片公司 他还投资了电影公司 华尔街之狼 就是他们家拍的 总之 一般人可能 A了很多的钱 掏空了很多钱 也许就躲到山里面 或者躲到一个不知名的国家去逍遥去了 但是这位年轻人并不是 他拿了很多的钱 一方面自己享乐之外 二方面是他真的要做今天动地的事情 他总共从马来西亚政府A了多少钱 根据这本书的作者 他估计应该至少50亿美金 其实中间曾经我看到一个数字是70亿美金 可是那不是他自己A的 就是他A来了之后 他很大方的去分给他身边所有帮助他的人 所以所有在他身边的人 那个得到的数字 比如说像Gomersack 有几个职员 当年的年薪可能就高达几亿元新台币 就几千万美金 然后呢 或者是说像 马来西亚首相 纳吉 他的他自己 他的妻子 然后他的太太 珠宝啦 房子啦 政治现金啦 无以技术 甚至于包括了这个阿布达比 这个沙尔地阿拉伯的王子 很多很广泛的 实际上 到底因为他所涉及的这家公司 叫做一马公司 相关的弊案丑闻 涉及的金额多少 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有一个完整的picture 到底被掏空了多少钱 马来西亚不都已经政党轮替了吗 但因为这中间的窟窿跟账 黑账太多了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 而且这还只是一马公司 还有没有别的相关的公司 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案子 所以 当然 马来西亚政府现在正在通气 这本书的主角 叫做刘特佐 那希望他赶快归案来说明 来交代 当然他就算归案也不见得 能交代清楚了 但这也是这个书 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这本书 从英文版2018年上市 出版到现在 他在2019年跟我们中文版 同步上市他的评装版 那更新了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 看到现在为止 这个主角都还没有落网 这本书常常被拿来 包括比尔盖茨 跟这个二血 这本书相提并论 就说这是 讲的是类似 就是发生在同一段时期的 世纪大逃空案 世纪大诈骗案 而且主角都是两位 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刘特佐是1981年生的 那个二血的主角 荷姆斯 他是1984年生的 两个人只差三岁 然后两个人 事发的时间点 也就差不多是在 2015到2018年之间 所以常能被人家 两个故事拿起来讲 可是呢 Holmes 现在当然一级 被某种的监控中 那他所涉及的案子 美国政府 也在来起诉他 那预计 对就在今年 预计在今年8月 会开始开庭审理 但是呢 侵吞亦万的这位主角 到现在为止 下落不明 而马来西亚呢 现在看起来 纳吉的政党 就是这个 在这个书里头 很重要 帮助刘特佐 然后这个 掏空国家资产 然后呢 既帮助刘特佐 也帮助自己 最重要的 这位前首相纳吉 现在看起来 他的政党 又重新回来执政了 好 我现在要问一下 就这本书里头 因为有太多的细节 为什么说有人说 把它当成教科书呢 因为有关于金融转账 你要如何的逃避 国际洗钱的 一些规范 他这里面有 非常细腻的操作 的说明 甚至于包括了 你要怎么去寻找一个 在法律上面呢 规定会比较宽松的 然后你要如何去施压他 你要如何的写 email给他 那些都有非常细节的 那种操作 那还包括了就是 他要如何的去 接近好莱坞巨星 要透过哪些人 他也有他很重要的版本 那又如何的去牵线 中东这些有权势的人 要如何的去接近一个政府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政要 那么他也有他很细腻的描述 甚至于他要跟别人争夺 去买一栋豪宅的时候 他要如何施压 他都有一些细腻的版本的操作 我要问的是 这两位作者凭什么知道 这么细腻的东西 你看我们学新闻了 就很羡慕 怎么会有人写 这么精彩的故事 因为你从这个书里头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都是证据 很有证据的 在讲述很多的故事 有白纸黑字的 两个人怎么样的对话 细节的内容 这么多年前的对话 他怎么知道 然后两个人的简讯 两个人的email 他为什么连email内容都知道 因为他真的是写了email的内容 而且他很多内容 因为他指名道姓 就这个人 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两个 就必须先讲一下 这两位作者 这个书的两位作者 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 他是华尔街日报的 两位很资深的记者 其中第一位 也是最重要的直笔者 叫 必须要紧张 Tom Wright 是不是 Wright Thomas Wright Wright是很资深的调查记者 然后他在东南亚住了很多年 在香港也很多年 他会讲 甚至会讲一点 马来话跟印尼话 这很重要 OK 帮助他突破很重要 然后另外辅助他的呢 是Hope Bradley Hope Hope呢是 也是专跑弊案 而且他曾经住在中东 那因为呢 这个故事里头 涉及沙烏的阿拉伯 涉及阿布达比 涉及杜拜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提供了很多的协助 那这本书 他们的完成呢 他的书里面有讲 在前后大概花 三到四年时间 去进行调查 在华尔街日报 如果大家去搜寻 就会看到 一连续的相关的报道 一马必案的T报 跟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他们有很多的 独家的资料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他们在过程中 所有相关的人 能够访问的 他们都尽量去访问 包括 华尔街之狼的 真正的主人翁 他们也去访问了 另外涉案的相关的人 包括很多的艺人 很多出席过他派对的人 他们也实际的去做访问 所以 我觉得他这里面 只有李奥纳多没有访问 其他大概都访问了 很可惜 很可惜 我现在李奥纳多 现在一定一肚子 很多话要讲 对 然后 但是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刚刚为什么说 他里面有很多的 比方说我跟凤馨的 私讯的往来 我用Blackberry的往来内容 为什么他知道 原来就是 一定是有人提供 很具体的电脑资料给他们 他在书里头 其实有暗示 因为有人 他帮助了他们 其实贪污的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人物 献名 结果这个人 他因为 就是被资浅 其实他也是无所事实 然后 但是他被资浅 他从而被资浅 然后又没有得到 他应有的 他觉得他应有的 奖金的时候 他就开始搜集 所有的资料 而且他是 骇入电脑里头 把电脑里头的一些 一些email 这些东西 全部统统都掌握了 对 这是 你刚刚讲 这个是Justo 原本就是帮忙 他们里面的人 跑腿的其中一个角色 那他后来觉得 分账不均 他觉得自己 没有拿到好处 后来就决定 出来踢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也闹得很大 他也因此 一度被整得很惨 但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刚刚讲的是 另外还有县民 偷偷帮助他们 但帮助他们 其实也是 不还好意的 就是也是 某种程度 想要带风向 引导他们调查 到别的地方 结果呢 好死不死 根据他这个县民 所提供的资料 不小心 让他们发现了 另外更多的内幕 因为他所提供的很多 包括电脑资料 档案资料里头 就让他们去抽丝剥茧 结果找到了 更具体的证据 所以这本书 其实他可以想象 要揭发一起弊案 要指控这么多人 而且都是当红的人 当权的人 对 他如果没有 很具体的证据 他怎么下笔 而且这本书 恐怕就是导致 这个马来西亚 在前一阵子呢 变天 变天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本书了 就是马哈迪兹 所以能够重新掌权 纳吉呢 他的竞选连任 失败 那么其实都跟 这本书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一位马来西亚的年轻人 刘特佐 你刚刚讲 1981年出生 就生在槟城 槟城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 特别有权有势的 一个家庭的孩子 算中上 而且其实算很有钱的 如果以马来西亚 当地的平均财富来说 所以他爸爸才有能力 送他到英国的贵族学校 去念书 然后接着又到华顿 就是川普的母校 去念书 然后念完之后 他才有办法在过程中 结识了这些 有权贵家庭的子女 包括你刚刚讲的 纳吉的小孩 季子 季子 还有包括一些 中东的权贵的小孩 以及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其他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 所以学校其实是一个 培养孩子人脉 慢重要的管道 你如果看这个书 就会知道 我觉得那个 在 我们在讲说 人脉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现在看的过程当中 我都拼命在想说 以你这样的人脉 如果你好好做一番事业 都是不得了的 可是 他把他这些人脉 全部拿来做诈骗 但是他的这个诈骗的性格 从他18岁 就已经发现 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同学 来他家的时候 感觉他住的是豪宅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他就开始诈骗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David说 马来西亚变天的时候 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我说有关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就是华尔街日报的 一连串的报道 所以马来西亚 这个当地呢 才开始 对这件事情 越来越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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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马来西亚 是有媒体 在关心 The Edge 对不对 对 可是 马来西亚好像没有特别重视 这件事 有啦 其实非常重视 最近已经倒翻了 不过因为这个书 你说你Edge就开始搞翻了吗 还是报了 Edge就搞翻的Edge 然后另外还有那个沙拉月报告 沙拉月报告 主要是这两个媒体 在当时已经把很多的相关的内幕揭露出来 只不过说比较完整的组织成一个很好的故事 是这本书 那马来西亚是2018年5月变天的 那这本书的英文版最早是2018年的9月上市 所以中间有一个时间点 可是它其实英文的版本的内容 差不多就五六月间 很多东西也开始看 对 主要是因为 大家了解神明聪对马来西亚有多么了解 好了来 这个我们来这个 雨昌终于回来了 对 然后接着 Sofia 找Len Chang Jackie Seven Henny 在文静品 Terry Group Yvonne 还有周德威 Lin Jason 王佩君 Antonia 还有K2 KD Lu 还有杨依儒 幸运的开始 Margaret Pham 然后陆塞 陈一安 然后Junie 还有Naomi 然后蔡新如 然后威力 说美国疫情扩大 惨的是美国买不到口罩 而且美国人 不赞成戴口罩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集管局到现在都不鼓励戴口罩 对啊 他们不赞成戴口罩 OK K2说 湖北现在最安全了 反正现在谁也进不去 对 幸运的开始 美国的军火事业也发了 疯狂买枪 对 你知道美国现在在抢什么东西 抢枪 抢子弹 枪跟子弹 就除了抢卫生纸之外 还要抢枪跟子弹 我说你是讲真的讲 然后真的 因为大家觉得说 一旦疫情真的爆发的时候 会乱 就会乱 就会强物资 嗯 好来 然后简明亮 好来 那个威力说 早上曾经出了很多好书 谢谢 谢谢 然后Pamila 还有威力 然后Anchan 何伦宁 然后Pamila说 云冲之前是不是跟夏荣 谈过这本书 对 那当然哦 夏荣怎么会不喜欢这本书 他当然会喜欢 那我要照牌吧 你可以不用带 是吗 对 他是想学起钱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几个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发行人 沈云聪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金吞亿万 好 这个亿万呢 少说也有上千亿台币 是 好 因为五十亿 五十亿美元的话 少说也有上千亿型台币 我讲各位 这是天文数字 嗯 一个大马年轻人 行骗华尔街 与好莱坞的真实故事 其实这里面还少了 还纵横中东王室 还有以及马来西亚政要的故事 还有瑞士 欧洲的顶级私人银行 对对对 那些秘密的故事 你可能不是看他那个书 你可能都不知道 原来还有这样的银行服务存在 没错 然后还有各大拍卖行 对 就是包括了拍卖艺术品 对 而且还包括你买了艺术品之后 要放哪里 对要放哪里 如果你就不想挂家里 反正你也看不懂 对 原来在瑞士 在新加坡 都有专门让你存放这些艺术品 而且免税的地方 免税的地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各国 其实要抢这些有钱人 他们是各出其招 你以为现在洗钱规范的很严格吗 不你这里面可以知道 怎么去突破规范 好 殷庄 我们就先进入1999年 其实这个刘特佐 这个年轻人才18岁 可是呢 他就为了要去炫耀说 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孩子 他就开始去借朋友的豪宅 来欺骗他的同学们 从这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对自己的财富 是有很高的 很特殊的企图 渴望 你知道在马来西亚 大家可能 给大家一个背景 因为他原本 是英殖民地 那到后来英国人 离开之后 就独立之后 那其实它是一个 多元种族的国家 有马来人 有华人 有印度人 那华人在独立的时候 的确没有错 如果从体统计来看 是掌握马来西亚 八成以上的财富的 因为很多从中国来 很会做生意 所以很多中国家庭 的确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有钱的 不只是中国家庭 因为还有马来人 而马来人呢 又分很多不同的等级 有最穷的 最赤品 也就我们一般 在市井上看到的 他们的确跟所有人一样 都为生活在挣扎 但是呢 马来人有所谓的贵族 有所谓的皇室 OK 那皇室的财富呢 又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一般人 比较注意 像东南亚的皇室 就是汶来的皇室 汶来苏丹 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大家知道 但马来西亚 其实也有九个苏丹 他们其实一样 都很有钱 但多有钱 没有人知道 你跟他说 他们一定非常非常有钱 而且不但有钱 还掌握了权力 不但掌握了权力 还受人惊讶 又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 OK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 种族融入环境底下 其实在当地的华人 尽管再有钱 其实都很希望 可以更有钱 更有权势 像苏丹一样 像苏丹一样 所以这是刘特佐 的一个基本的心理背景 就是他其实他家里 已经算很有钱的了 算不错的了 算不错了 因为这书里头的 有钱人才太多了 以至于刘特佐相行之下 他的出生背景 就变成了还不错而已 对 但他显然对自己的 财富的能力 他很希望获得大家的赞赏了 所以他想象自己 是来自于拥有游艇 拥有超级豪宅的家庭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一段 就书里面一开始 就讲这个人的这一件事情 因为他会邀请他的 国外的同学到马来西亚去度假 那为了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他说 到我们家里游艇来 但是游艇是他借来的 对 那借来的游艇 怎么要让人家以为是他家的游艇呢 他就把人家 人家的游艇上 挂到人家家里的照片 全部换掉 然后换成他自己家的照片 换成他自己的照片 对 他要细腻操作到这种程度 对 所以你想想看 换作你我会不会这么做 我能够借到游艇 我都觉得我太了不起了 我竟然拥有一个有游艇的朋友 对 你都已经觉得很值得夸耀了 对 他这个还不够 他是要让人家以为 觉得内照游艇是他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的一个心理心态 而且是在发生在18岁的 年轻小孩的身上 OK 所以从这一点 我觉得作者是试图 来为他的这个character 他的这个个性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 对不起 所以当你想想一个 有这么希望 自己能够到达 这么大的财富地位的人 的年轻人 他出了社会之后 他一定很想很想 赚大钱 而且是不择手段的 他为了这个目标 是很乐意冒任何的风险 在这里面 他的很重要一个转折点 就是他牵线认识了纳吉 这是马来西亚的前首相 可是他在认识的时候 其实纳吉还不是首相 对不对 那他他没办法直接认识纳吉 他认识纳吉其实也是机缘凑巧 为什么因为他爸爸送他到英国军演贵族学校 而他就是在英国的贵族学校 住的地方去认识当时纳吉的嫉子 也因为认识他的嫉子 后来才因此牵到纳吉身上 也因为纳吉自己正好要更上层楼 他才有带到这个机会 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 如何利用别人的欲望 因为他太清楚自己的欲望 所以他清楚利用别人的欲望 这里面别人的欲望里头有 纳吉的嫉子 他渴望享受奢华的欲望 以及大吉的老婆 喜欢珠宝 喜欢各式各样的奢华 甚至要人服侍的妥妥贴贴的 那个欲望 就是这句话讲人 他说刘特索有一个很重要的才能 就是他很善于察言观色 去了解人家有什么的需求 然后设法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进而换取他自己要的东西 满足超越他的需求 就可能对方展现出来的需求 只有到40% 他可以满足到120% 这就是最惊人的地方 这都是心理痒 他有具备这样的产品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子想 对啊 那时候18岁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有钱 糟糊糊了 臭屁什么 对 但是他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他从念书开始 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打造 可以营造自己的身价的感觉 例如他会 里面讲他那样Warton的时候 他会去抄别人的论文 然后去发表在期刊上 人家就会觉得 哇 他是选股高手 他是投资高手 然后呢 他会安排大家去夜店 OK 然后其实是大家集资去的 但是呢 他去负责买单 他让老板以为 他是老板 他是付钱的 对 所以让人家觉得 在私底下说 你是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很有钱的家族啊 你是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王室啊 对啊 不是可否 不是可否 很多人就可能心以为真 应该是 他不敢承认 他只是低调而已 对对对 所以应该想象 这就是一个 很有概念的年轻人 很年轻就知道 怎么去包装自己 跟去营造自己 而且呢 他里面讲到 他一整个计划的 刚开始 其实早在他念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因为他在念书 还没毕业 他就知道说 诶 我认识 刚刚讲的是纳吉 那是回到他自己家乡马来西亚 但不止他马来西亚 他还认识 他还想要 巴结的是 马来西亚以外的权贵 例如 更有钱的中东皇室 对 阿布达比 对 所以他在念书的时候 就请人家 他的同学 安排他到科威特 安排他到 沙维加拉伯 安排他到中东去走 然后去认识 当地 中东这条线 而因为他非常认真的经营 中东这条线 然后他扮演一个 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扮演那个中间者 其实 这种人脉关系 你处理的好 是你事业上 很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但是他当然都是走 最糟的一个方向 但你如果处理的好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帮助你提升的方法 就是他把中东的权贵 去介绍给纳吉 把纳吉介绍给 中东的权贵 所以从中东的权贵的眼睛里头看起来 哇 你是跟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人 是站在一起的 从纳吉的角度来看 你帮我牵线了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 对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说 撇开书中里面所指控他的掏空 洗钱 诈骗 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如果以上这些都不存在 而是一门正当的生意 你就会知道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他一定是非常厉害的 等于说牛角兽等级的创业家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 从这个故事来看 他等于是诈骗界的牛角兽 独角兽 独角兽 这边我们现在讲到的 其实都还只是一开始 其实他一开始 你会发现他的手法还蛮粗糙的 而且他这个手法粗糙到 当然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然后去引戒了纳吉 然后跟中东的基金 但是他中间第一次没有赚到钱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我要自己操作 然后所以就成立了一码投资公司 你不要说他手法粗糙 就算粗糙还是有效 那当然 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么粗糙的手法居然就有效 后面那个金融安排才真的细腻呢 就是你知道说 其实我们一般的人是多么容易上当 即便是在商场上有经验的人 其实都很容易被糊弄 我举个例子 你刚才说他刚开始 他刚开始呢 其实就开始懂得 怎么样去搞案外公司 怎么去搞空壳公司 把这个空壳公司呢 搞得像真的一样 OK 例如他会取名字 取得很像 人家科威特的主权基金的名字 让你以为这家公司 跟科威特的皇室有关 而且呢 他会去送干股 给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来当他的招牌 所以你想想看 他把公司名字取得像中东的公司一样 然后呢 股东名册打开 里面是有中东真正有权有势的人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做生意的 除非真的会去找人家真信 否则你很容易信以为真的 因为你不会假设说 他白纸黑字印在他公司简介上 总不会是假的吧 所以你就开始相信这家公司 你就开始相信这个人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会忍不住想到台湾 其实类似像这样子跑来台湾 然后告诉你说 我是一个多么多么厉害的公司 然后后面呢 还打开股东名册 有多少厉害厉害的人 然后后来发现呢 都是空壳一场 我不敢讲诈骗 但至少是空壳一场 哎呀 我就亲自看 亲眼亲眼 亲眼也有报啊 就那时候不是 私募基金这个话题很红的时候吗 就台湾还有那种诈骗集团 警方有拍到 就他那个墙上还直接写 黑石集团 书里头他有取类似的名字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真正进到他的那个 金融操作面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他为什么可以 就是诈骗至少是 五六十亿美金以上 那他又为什么要去 跟这些好莱坞的明星有关联 尤其是李奥纳多 看起来他似乎做什么事情 李奥纳多都陪着他 这点其实对于他打开知名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李奥纳多又是为什么 他又为什么要买EMI 又为什么要拍摄 华尔街之狼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机会与风险 他买了夜麦 那些巨星 他就不是说 因为你给我钱 所以我来参加你的party 他就变成了 你老板 对 我是你老板 他就直接跑来去探班 你要录音 无音不觉 你要录音 我也要帮你录 就像拍华尔街之狼一样 就李奥纳 那这些都可以到拍片现场去 一般的导演怎么会让你去 对啊 而且还把你拱为上兵 对不对 所以 可是他那一段 所以蕭海轩感觉上面就是不了了之 就那是很 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那就是一场秀 对 因为蕭海轩有说过 他说 因为那个影片流传很广 就是 大家去YouTube都可以看到 对对对 就是向他 向他示爱 不是求婚 向他示爱 然后呢 帮他庆生啊 然后那个沙滩上面点很多蜡烛 对对对 然后有两个人 从雄儿这样穿着 他吃一路 对对对对 可是 后来蕭海轩有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我实在感觉不出来说 我们有在谈恋爱 我也不觉得我们有约会过 所以他跟我示爱 我实在不知道是在搞什么鬼 很明显啊 大家看那影片 你事后现在看 你就会知道说 蕭海轩当时其实完全状况外 他因为心里一堆的问号 这个家伙在干嘛 对没错 但是但是镜头在拍 可能我觉得礼物也拿了 或者谈 条件也谈好了 所以也只好配合演出 所以里面很多的明星都是如此啊 明星是另外一件事情 待会其实可以可以聊一下 就是他里面就告诉我们 There's a price for everything 他说今天在好莱坞 你出了钱够多 人家是愿意来提供服务的 配合你 愿意配合的 包括开演唱会 你场子小 没有关系啊 其实你如果付给我的 是一个相当于大型演唱会的收入 Why not 所以很多明星也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他这里面有了EMI 有了电影公司 还有了李奥纳多 还有了华尔街之狼 其实他在马来西亚 就变成马来西亚之光了 对不对 不可惜啦 华尔街之狼在马来西亚不能演 因为里面太多那种艺术设计 对对对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我们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发行人 沈云聪 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 金吞亦万 好 这是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 所出版的 一个大马年轻人 如何行骗 华尔街与好莱坞的故事 这个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 一起收看直播 云聪其实在这个书里头 我先讲几个很重要帮助他的人 金融圈的人 金融圈的人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每一个银行里头 他们都有所谓的法尊部门 法律尊行部门 然后对于他这里面 洗钱来洗钱去 洗钱来洗钱去 而且是尤其是 从政府拨了10亿美金 你居然把7亿美金 就直接要拨到一个私人的账户里头 其实法尊都有意见 也都有疑问 也都曾经提出警告 可是为什么这些金融圈的人 都愿意配合刘特佐 他里面又讲了刘特佐的特征 跟手法之一 就是他很聪明 他做的所有事情 他一定找很专业的人来帮他 一定要扛出很专业的招牌 这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他发现 这些专业的招牌 可以让他获得信任 人家看到 原来你有高盛在帮你 原来你有德意志银行在帮你 那这些公司照理说不会乱来 所以他们可以放心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他发现 虽然他出出茅庐 人家也不见得听过他的名号 当然没有 可是只要你出的钱够多 只要你摆出来的阵仗够大 大家都还是愿意买单 最明显的就是高盛要帮他们的公司 或者是马来西亚发行债券 那么高盛的利润率 是远远超过同一行情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金融圈的丑闻 高盛也因此付出代价 现在看起来还在协商要赔多少钱 那当时帮他的这位银行家叫莱斯娜 已经跟美国司法部认罪协商了 那现在也确定一辈子 不可能在美国金融圈待下去了 其实相关的包括新加坡 瑞士的一些银行家 涉案的配合的 尤其在新加坡 已经好几个就绝对不可能再继续待在这一行 这是可以确定的 但这个书里它有加带着整个的过程 就很有趣的是 这一些专业的人 为什么都这么容易配合 OK 你刚讲法尊 法尊其实书里面有讲 又分前后两个阶段 法尊在2008年那场金融风暴之前 你看从美国热到欧洲 其实这些人在热钱的情况下 他说法尊基本上只是法务部门里头的一个冷门单位而已 一个装饰品而已 但2008年风暴发生之后 各国才紧缩 美国才正式 欧洲才开始抓紧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才开始发现 不太在下货席 运转上面没那么容易 很明显的在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才迫使他不断的必须想更多的手法 想更多的理由 那也因此留下更多的漏洞 可是呢 在那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 他会选择一个不知名 就除了要高盛 那当然要付大代价 可他也会找一个小的银行 私人银行 那我的业务会是你这家银行 能不能够业绩成长 你这家银行的员工 能不能够分红 很重要很重要的来源 你就必须把我捧为上宾 我说了就要算 你们就要想尽办法把我达成 所以他去选择像瑞翼银行 瑞士的一家 很长久的 但是是规模很小的 这些私人银行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操作 所以他很懂得东西 谁要的只要是钱就可以了 谁要的还包括了业绩压力 说有趣啊 你刚才讲的这家瑞翼银行 其实刘特索刚出道的时候 他当他赚到第一笔钱 想要开私人账户的时候 瑞翼是拒绝的 你说不 Who are you 你哪根冲啊 要来我这里开户 但是后来 当他赚到更大的钱的时候 状况不一样了 后来瑞翼也就接受他了 所以这个书籍很有趣 我也是看了之后 原来瑞士有这么多银行 是这么机密的低调在行事 而且提供这么多有趣的银行服务 这是我们一般以为说 银行就是存款放款 开支票等等这样子 不 人家的私人银行提供的服务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我们讲了大马正要 我们讲了中东的权贵 然后呢 也讲了金融圈 他为什么要打进好莱坞 我觉得第一个 他就是喜欢高调 他就是需要他的知名度 再来第二个 我认为他是真的认真 想要做生意的 OK 某阶段 再来第三个 他也必须这么做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了 就所有的诈骗者都一样 他一定需要更大的一笔钱 来填补他之前 in case发生状况的 那个大窟窿 你能够填补多少 算多少 然后我好继续的 往下进行下去 所以我觉得基于以下的压力 他会 他还是一直很想 书中作者也认为 他想要成为一方 一号人物 就他不是一个 多大利亚背后 运筹帷幄的人而已 他希望站到第一线上 所以你看 李奥纳多 在奥斯卡奖上 他会跟他拍照 你看 华尔街之狼 那个电影 最后感谢的名单 还特别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有单独他的名字 要special thanks to Joe Law OK 所以他其实需要 他的名字 被大家知道 可是好莱坞这些人 其实各个都有钱 所以就包括了这里面 Hilton嘛 对不对 就是知名的女 名媛 其实算是名媛 名模 对 他自己家里头 也是家财万贯 但他为什么 能够打得通这些人 李奥纳多也好 Hilton也好 对啊 所以里面其实 李奥纳多出现最多次了 我觉得他看得出一个 都戴着鸭舌帽 对 他一直一定很想撞强 我怎么会认识这样的朋友 他里面也讲 其实这些明星 每一个都比刘特索 都有名啊 他们出道 可能都比他早 赚的钱可能比他更多 但是刘特索 应该也很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一定知道 要怎么去impress这些人 那他的方法就是 砸钱 让砸到你 叹为关子的钱 对 他可以在一个晚上 在夜店 花了上千万台币 都不眨眼 一百万美金 对他来讲小case 但你们讲了 太多的这个party的现场 即便是很有名的明星 赚了很多钱 都觉得 这什么鬼 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子花钱 一瓶一万块钱的香槟 他就可以当成是这样子 就是像雨水一样的刀 而并不是喝掉的 他说他去赌场 换了那个筹码 一个叫五万美金 然后他自己喝了 然后就突然 这个就掉了 一个就五万块 对 五万美金 这些都是他去建立人脉的方法 其实你会在书里头发现 那些中东的权贵 看到他跟这些好莱坞明星 这样子紧密的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也很羡慕 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虽然认识一些好莱坞明星 可是他们不会跟我那么样子的接近 这个说法其实跟二雪的 那个Holmes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他搞这家公司 他的董事会 也一定要找来这些有头有脸的人 来帮他撑腰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所谓外界的人 不管是投资者 还是往来的厂商 看到哇 你们公司有这么多大咖在背后 整个过程中 都是有头有脸的招牌的金融业者 whatever 那我很自然就会比较放心 所以他非要买EMI不可 因为买了EMI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这些人的老板 对 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他华尔街自然 其实讲的是一个 在金融圈打滚的真实的股市 那他也非常的奢华 可是呢 他参加了刘特佐的派对的时候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从此之后不跟刘特佐 一起共处 或者是不再接受他的任何邀请 他说他这样花钱的方式 他的钱一定是诈骗来的 因为骗子最了解骗子 其实这句话显现很多人有警觉 但是呢 因为一个大的假象在那个地方 那个警觉就没有办法发挥任何效果 而且你很难相信那是假的 因为他真的是砸真金白银去买名画 真的砸真金白银去买豪宅 真的砸真金白银去买公司的 他并不是空头绕关 讲完之后就不了了之 而是真的买 所以你怎么去怀疑他呢 你怎么去怀疑说他的钱原来来自这么复杂的来源 难怪The New Times说这是一本现代金融诈漆的教科书 很中肯的评论 谢谢大家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玩了 谢谢咯 周末愉快咯 拜拜 拜拜 拜拜